中共的这种造谣或者是撒谎 那么一直历史都有 口气很强硬 而且是网络上一片都在转 那么多人去相信了 那我想问你的 就是这个疫苗 中共生产的这个疫苗 这样的一个效率 还居然有国家去买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中共推广他们的科兴 或者是国药所生产的两种 灭活的疫苗的话 都是在二期临床试验 刚刚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向国外寻找买家 但是也是跟其他的 巴西、印尼、土耳其等等 进行三期临床试验的合作 所以当时其实疫苗的前景 到底怎么样很多国家也是没有数的 那现在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科兴和国药都没有对外 正式公布他们三期临床试验的 初期中期的这个数据 统计的数据 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了目前这个 比如说科兴疫苗在巴西、在印尼、在土耳其 三个不同版本的数据 那巴西本身还有前后两次不同的版本等等 这都是其他国家对外公布的 可是科兴自己本身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所以就像杨医生所说的 这个信息不透明 这个科兴还有国药 他们为什么不对外公布 即使是像比如说马德纳或者斐尔 你有一个初期的数据出来也会好一些 但现在基本上是一个黑箱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样反而会让人对中国的疫苗的信心更加 我觉得更加的失去对他的信心吧 而且我还看到科兴的有一些人员出来说 这个我们的疫苗对于重症患者的这个保护率达到百分百啊等等 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一定的狡辩了 就是因为你如果只取一小部分的数据说我只能保护这个重症患者的话 那这个疫苗有什么用呢 大多数人是健康的人是要预防这个感染 或者是避免自己有比如说无症状变成轻度的 或者是就中间程度的 然后再到重度的 你只能保护保护最上端的那叫什么回事呢 所以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毛泥 我觉得太不透明了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然后中国自己疫苗本身 我觉得整个体制上也是有些避露 就是像比如说科兴啊国药啊等等 这些都是国企 而真正监管这个疫苗的这些大的行政部门 可能就是他们的老板 所以这等于是既是裁判又是求援 所以这个疫苗的这个生产的质量能不能充分的把关 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还不排除最高层的 比如说为了政治需要而所做的一些努力啊等等 那这种情况下就使得中国的疫苗即使有问题也很可能被压下来被掩盖下来 所以过去中国疫苗出现问题的话都是捅了大楼子 几万人注射了过期疫苗啊等等要捅了一个捅了一个大楼子才能够被社会的公众所知道 而如果现在非常强力的这种高压政策下很可能即使出大问题都还会压住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老百姓要不要打疫苗啊 我个人是觉得现在真的是信息太不透明很危险的一个状况 没法给建议 我真的觉得中国老百姓因为即使是在这种疫情在很多地方泛滥的情况下 政府呢不仅仅是分层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同时的做法就是分口 所以你老百姓得不到信息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信息也说不出来 所以外面的人更难了解国内的实际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真是很头痛很悲观的一个状况 这一次疫情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疫苗啊等等这些具体的治疗 这些方法和预防的方法之外 现在呢中共第一个采取在武汉封城的这样一个方法 之后呢全世界都在用 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对经济包括对政治 包括呢对整个身心健康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打击 可以说如果说这些人还没有得上疫情 得上感染或者是阳性的人还只是少部分的话 更绝大部分的人没有的情况之下都已经遭到了重创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从公共医学啊公共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 小巨博士你觉得这一次中共的所谓的这种封城的这种方法也好 包括美国的这种方法你是怎么看的 那么包括我们知道这一次很多很多的小商家 很多很多的饭店都不得不永久的关门了 他们熬不下去了到今天为止加州还没有完全恢复 包括纽约州你怎么看这些公共卫生的这种措施 它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呢 还是说从公共卫生角度上它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是对吗是不是过了 好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点首先中国武汉的封城是在中共之前隐瞒的这种情况下 使得疫情无法收拾的情况下采取的极端的措施 那个不是常规的疫情防疫的做法 是一种极端的没有人性的这种做法 所以很多人被感染的时候他没法找到医院去 很多人被困在自己的家中 然后感染自己其他的这个亲属 最后全家死亡的这种案例也很多 还有很多人被隔离在自己的这个 你甚至不能说是隔离 就是被分锁在自己的这个楼里面 家里面啊 对吧 大家有知道中国有一个名词叫喊楼 就是被分锁了 你在夜里面再呐喊 在楼里面呐喊 这个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做法 所以这个根本不是常规的防疫的这种做法 是非人道的做法 而中共呢 他用这种分层的词 然后呢到处传播说 国外你看也开始分层了 所以他实际上是混淆了两个概念 中国的分层跟国外的 就是你可以说是软性分层 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比如说像欧洲他们所采取的一些分锁的这个措施 那基本上就是人们主动的居家隔离 当然也有政府的命令说你要怎么样隔离的 但是他不是强制性的 就绝对没有人上门把你的这个锁给焊死了 或者是给你贴个分条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毕竟是西方民主自由的社会 人们基本的这个权利 生存的权利是不能够被政府这样剥夺的 所以这个是完全性质不同的事情 西方的做法当然是从防疫的角度去做 但是是不是过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加州啊或者美国其他地方呢 他也牵扯到就是说这里面有这个左派的政策 政策的问题 很多这种极左的力量或者是左派的力量 他们希望借助疫情能够实现大政府这种状态 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让人们更多的依赖政府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目的 那是个疫情的数据啊等等 甚至有可能被人为的进行改变啊等等 这个是有政治目的在背后的 但是他总体的这个框架还在公共防疫的框架里面 跟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极端分层的做事 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通话的这种做法 哪有说把老百姓关起来了两个多星期后 今天市场才突然想起来好像没有给人家配备食物的这个问题 这个供给没有没有配备上来 这不是这不是荒唐的事情吗 这不是极端没有人性的做法吗 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非常明确 这个是完全性质不同的事情 那西方社会的确实也有一些弊端 我觉得刚才提到的疫苗都也没有提到 就是我也补充一句 就包括莫德纳或者是这个Pfizer 他们这些疫苗公司确实在研究的过程中 在对相应的这个研究数据的对外的批示过程中 其实也是有一些利益出发的这样的做法 为了自己的公司的股票上升 这也是有的 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的很多对外公布的数据 也都是为了他们公司股票的暴涨 这个都是有利益驱动的 所以很多这些医药公司的到底有多大的 真正的责任感 到底有多大的科研的严谨性 我觉得也是要大家要审慎观察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两方面的 我也要客观的要提一提 那至于说就是 这个分层的说到底对于疫情 能不能起到有效的控制 这是第三个他们比较大的问题 这里面我觉得牵扯到 就是整体的疫苗的思路呢 是依赖于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 要能够对疫苗采取 就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 这个应对的机制吧 就是你的疫苗打进去 我的免疫系统所产生的反应 能够有效的扼杀这个病毒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了 跟去年也还不一样 就是现在这个免疫突变 就是免疫逃逸的突变族已经出现了 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现在这个阶段跟去年完全不同 现在这个免疫逃逸的突变族出现了以后 其实是对人类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基本上病毒是有三部举白 在突变方面 就会对RNA病毒来说 当然它本身不断会产生一些突变 有很多突变 其实对病毒是不利的 但是在过去一年多 病毒积累了很多对病毒有利的突变 那包括这个增强病毒传播力的 D614G在赤毒蛋白上的突变 这是增强了传播力 那现在出现了免疫逃逸以后 这等于是第二波 那这一第二波的这个突变族呢 它带来的风险非常大 一个是这些突变族的产生 本身就是在免疫缺陷的病人 在接受了康复血清 或者是抗病毒药物的治疗情况下 产生的免疫突变族 还是把一句话给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这种已经产生的疫苗 对这种已经变种了 变异的这种病毒 能不能起到作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还有必要去打吗 简单的能说一下吗 现在最新的 昨天发布的这个 莫德纳的研究已经表明 这个突变株 使得疫苗所带来的抗体的 这个作用 综合作用已经降低了 只剩下六分之一了 所以管不管用 大家得自己去判断了